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3日 刚才做了一期节目 谈到了美国国务院出台的一个政策 对共产党员极其亲属 来到美国签证方面做了限制 这是在这个政治上 在这个组织上 这个川普在危机的时刻 这个做出了一个大的这个动作 与此同时在经济上 也开始对中共进行一些限制 这些方面更重要 我认为这是腹底抽薪 今天是 今天海外的网站报道 昨天美国国会 纵一月12月2号 一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 那什么意思 就是给那些不遵守审计规则的 在美上市的 中国概念股的 这个一个公司 给他们一点时间 让他们进行整改 进行限制 否则这些公司将被剔除 美国的资本市场 因为中共又想维护 这个专制局限统治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什么呢 想不想要搞钱 他有了钱经济上发展起来了 他不搞民主 他用这些资金呢 搞一些这个 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监控老百姓 你像这个 人脸识别 步态识别 语音识别等等 还把这个防火墙 越整得越高 加强对老百姓的这个镇压 原先美国想象是 经济发展以后 加入WTO 逐步的形成 中产阶级 一点点 就共产党就可能改变了 实现民主和平转型 和这个美国等国际社会 能够融合在一起 这是梦想 现在看来啊 所以人家非常生气 这个在这个川普现在这个任期 有可能结束的之前 一系列组合权出来了 那就是外国公司问责法 这个这个法律啊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呢 最最关键什么呢 这个出台这些法律啊 这个法律文书啊 是两党的共识 你别看民主党和共和党 现在为了争夺总统的权利 打的是这个如火如荼啊 随上随下 到现在没定 但是吧 这个这个法律文书 参议院通过了以后 众议院也通过了 一致通过了 那么这个外国公司 这个问责法呢 是对2020年 就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的一个补充啊 规定 如果连续三年 美国公众公司啊 这个会计监督委员会 无法对一家外国公司的 审计进行检查 美国证交委员会 将仅此其在美国进行这个交易啊 因为中国这个公司 你想在美国 这个上市的时候 就有不少啊 根据这个 今天这些文章的介绍啊 说是 目前呢 在这个中国概念股啊 在美国这个上市啊 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 已经有这个150多家啊 在各个大交易所挂牌啊 总市值达到1.2万亿美金啊 到19年啊 你想这个 这个盘子是相当大的啊 简单讲 就是这些公司在美国 这个筹款啊 但是你想筹款 这个有些造假行为啊 因为共产党本人就是一个谎言大党 你看每天开会 不就在那 这个欺骗吗 包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明明是在武汉 湖北 这个传出来的 祸害全世界啊 但是他也不承认错误 不承认罪行啊 反倒是什么呢 拿着这个 坏事当着好事来讲 反倒他是大国抗疫啊 取得巨大成功 全世界都要向他学习 所以造假本身 做了一个榜样啊 带动什么呢 中国那些企业 也都什么呢 谎话连篇呢 全都造假 所以说2020年4月份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 叫瑞辛咖啡 爆出了财务造假的丑闻了 6月29号 瑞辛咖啡 灰溜溜的摘牌退死了 但是你想 类似这样的公司还有多少家 肯定有一大戏啊 是不是 所以现在美国这一方面 人家彻底的跟你翻脸啊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限制啊 要求这个外国公司 问责法要求在这里上市的外国公司 必须在其审计报告中当中 这个披露所在外国政府实体 拥有其股份的比例啊 因为有些中国概念国政府投资 甚至什么 甚至是军方部队在里面占的股份 那你到这来干什么 是不是 说注册快乐师所在的外国政府实体 是否对这家公司有可控的财务利益 用于中共这种专制集权统治 党管一切 习近平就手伸得很长啊 所有的领域都设计 你是民营企业也好 还是国营企业也好 不要看表面 那在共产党的情报部门 给那个公司里边安排一个副总 是军警特的 然后再控制这个公司太正常了 为什么华为发展那么快 在深圳那么一个民营企业 怎么能发展今天这个程度 那就是官方背景吧 对不对 这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美国已经看透了 所以对这些要采取措施啊 那么 并且这些要求上市的公司啊 你要按照美国的规矩 把这些一系列这个情况啊 包括什么呢 该公司运作实体当中 董事会当中 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姓名 你要讲出来 公司的章程 还有等有效的组织档案 包含了任何共产党的章程的内容 你都要提交给美国 要审查呀 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中国那些公司 不论国营的还是民营的 都有党支部 或者党组或者党委 大部分人都必须是党员 你要当国人不是党员能行啊 你要当民营企业的大老板 必然和官方进行勾兑 像马云 马化腾 叫王建林 这不都是吗 哪个不是党员吧 王建林本人就是党员嘛 还参加过党大会 这个 还是据我所知 还有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还是代表呢 你不是的话 共产党就也不放心了 但是你有这个身份 那你在美国 你想赏试 你就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就非常严的 说这个法案在五月份 美国的这个参议院 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通过了 说明人们都憎恶共产党 对不对 成为两党通过的跨党派法案 当地时间 12月2号下午 美国国会众议院 一时通过了该法案 至此 只等美国总统川普 在那个拖延型办公室 上面签个字就完事了 川普 也是早就等待这里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 即使川普下去 拜登上来 你这个法案还是一样的 说中国概念国 以后想在美国 只想筹款 想搞钱 已经是不可能了 我估计再过一段时间 就脱口了 真的 你自己去玩吧 你就学习北韩 和那金小胖 你们俩整一起 天才一起玩吧 是不是 国际社会就并起了 说这个法案呢 这个 现在这个 原始的赞助者 是共和党级的参与员 叫肯尼迪 约翰肯尼迪 和民主党的参与员 克里斯 霍伦 在众议院通过这一法案 后发表了声明 这个声明 我认为讲得非常好 说共产党中国 现在正在利用 美国政院交易 来剥削 把退休金 和大学储备 投入上市公司的 美国工人和家庭 美国的政策 让中国无视 美国公司 遵守的规则 这很危险 今天 众议院和参与 共同拒绝了 一个有毒的现状 确实 人在这上市 投款 抽款 老百姓也不懂 很善良 很单纯 也不会撒谎 就买他们的股票 就等于支持他们了 结果把这个这个美国这个退休金还有大学的储备金 你想这个人这个钱是要干好事的 结果呢 给共产党让他 这个变得强大起来 有了钱 又在全世界倒做什么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病毒共同体 你给他这个钱 他可能用这个钱来制造病毒 活下全世界 对不对 他就是不是自己制造这个病毒 最起码你管理不善流出来的 你现在看一美国死了二十多万 你应该是告诉人民日报 新华社不要渲染报道 这是我们做的不对 给人带来麻烦了 给人带来灾难 咱们应该感到宁疚 反倒你看人民日报 新华社现在每天报道 都在头版上 中国这个防疫做的多么好 习近平多么伟大 反正这边是美国 你看做的多不好 死了多少多少人 这明显就是一种欺骗 一种冷血呀 所以人家美国怎么能不恨 你把钱给你 你来护护我们 那不等于给你钱 你来整美国人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议员讲得好 霍伦讲得好 我很高兴和这个肯尼迪参与 就这两事 这两项两党立法进行合作呀 这是他的基本国策 不会改变 我很高兴看到他在 众议院的强大指示下通过 我敦促总统立即将该法案 签署为法律 那这总统肯定马上就签署了 对不对 美国证件会首席执行官叫 克里斯亚克威拉 赞扬民主党和共和党 两党合作通过了这一保护美国投资人免受中共控制的欺诈公司 长期来中共一直在利用美国投资者为其网络军队 技术驱动对公民自由的镇压 侵犯人权及破坏环球提供资金 确实他们有了钱不就镇压 包括本人在内这样的 有良知的批评中共腐败的这样的机制吗 就他们干的 是不是 所以你给他钱干什么 你傻呀 是不是 有了钱干的什么不好 所以11月18号 中国这个外交部很恼火 这个据说是 这个彭博社一个记者提问说 美国证件交易所要推动将中国上市公司驱逐出美国证件市场 总体上可能指的是将不遵守审计规则的中国公民进行摘牌 中国公司进行摘牌 当中方对这个有什么评论 赵立坚呢 又在那战狼事的外交 他说自从2019年以来 中方监管部门多次开会 开展联合检查方案 与美国证件会和美国公众公司 这个会计监督委员会进行沟通 展示了充分的合作诚意 中方从未禁止或阻止相关会计师事务所 将尽管提供审计工作的底稿 这完全是撒谎了 对不对 在这方面肯定是做得不好 有问题 人才采取这个措施 你想人家两党议员都是老百姓选的 你以为这些人都是白吃饭的 他不了解情况啊 对不对 这赵立坚就整天在互说八道 前几天为了澳大利亚这个事情 你想把一个假的这个图片 图片啊 侮辱人家 犹如人家国格的这样一个图片 放在网上 结果把澳大利亚得罪了 你想中国践踏人权 六四说 整死多少人 你怎么不给自己这个事讲一讲 你去讲人干什么 对不对 人家是个别的情况 有个别士兵 在阿富汗战争当中表现不好 人家法律要追责 你中国呢 你什么时候 就包括这次新冠状病毒 蔓延这个事 在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 烧了多少人尸体啊 对不对 都没讲清楚 还去讲别人的人权 厚着脸皮 赵立坚是典型的一个 这个 这么说吧 中共的一个 这个 谎言 穿声筒啊 对不对 所以这篇文章讲到 是中国概念股啊 它的定义是什么 是 以在中国大陆的资产 或营收为主要主体 组成公司的股票 一般来讲 中国概念股公司 是以 在海外上市的方式 获取境外投资的一种方式之一 目前境外上市的主要目的 包括 目的地 主要包括香港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和美国证券交易所 肯定以后就要对他们进行 严格的审计的 说不定下一步 有一些就给你强行 摘牌 逼你退私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篇文章讲的好 他说美国上市公司会计 监督 理事会长期以来一直抱怨 从而没有履行 备忘录的指责 批评 批准美方的 咨询请求 因为对其 因为其对在 对在美国交易所 交易的中国公司的审计 缺乏了解 你想他那个审计的报告 我是知道 那不都造假吗 对不对 在国内骗 在海外骗 对上骗 对下骗 全都是假的 有几个是真的 所以说 把他通过 给他赶出去 我认为这倒是好的政策 现在是美国走出第一步 还可以留面子 给你期限 让你整顿 本人认为 整顿 恐怕他也不会改变 为什么 他这个政治体制就是这样 他上次这个公司 那些老板 就拿一个 他敢 违背 他也这个习近平的上级 所谓 西核心的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什么呢 为了什么 他们的所谓国家安全 你就企业在外面筹字 要为专制集权 这个机器服务 对不对 所以这次这个政策 出台 美国 我认为 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愿能够认真地执行 把那些不遵守规矩的 中国概念股的公司 统统将它 从这个盘子上下来 绝对不能让它 抽集资金来获获 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 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